对于40岁以上的女人来说,缺钱和缺爱哪个更痛苦? 过来人说了实话,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要懂得生活必然要有所取舍 很多时候,人生并无法如我们所想般顺遂 生活更不可能十全十美,浮沉与波折是逃不了的婚姻常态 衡量婚姻的幸福程度,包括物质和情感上的满足 有的人觉得有花不完的钱,不是为了钱省吃俭用,就是幸福 可有的人觉得即使生活贫寒,但得意真心人,已是人生大幸 那么对于40岁以后的女人来说,缺钱和缺爱哪个更痛苦? 听听过来人的心里话吧 1.孙女死,43岁,金钱是必需品,情感是奢侈品,缺钱更痛苦 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前两天,刚包儿子交的几千块补习费,心情非常沉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每天都在精打细算 可最后的结果还是入不敷出 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情去谈情说爱,为生活奔波都来不及 我和老公的感情算不上恩爱,但也是相敬如宾 可我们每天都要忍受生活的压力,他必须努力工作 加班熬夜都是尝试 而我在下班之旅还要打理家庭,操心儿子的学习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缺钱 如果今天我们家财万贯,所有让我们苦恼的事情也都迎刃而结了 所以对我而言,只有实现了经济自由,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爱情 金钱是必需品,情感却是奢侈品 没有爱情,生活依然在继续 可没有金钱,不管是生活还是婚姻都寸步难行 二,住女四,四十八岁,自己有积蓄,缺爱更痛苦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也和大多数女人一样,嫁给了爱情 那时候婚姻对于我而言是一个甜蜜的新世界 因为老公的存在,我觉得生活处处都是惊喜和期待 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下班了和老公另外在一起 看一部电影或者聊聊一天的见闻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就变了 我们不再亲密恩爱,而是经常争吵冷战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让我们吵得不可开交 即使无可奈何,却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还是败给了现实 而儿子离开我们去上了大学之后 这样的情况变得更加频繁 吵得多了,心也就倦了 我和老公早就没有了共同语言 在一起,也是各做各的事情 生活没有任何交融点 年轻的时候我们生活很贫穷 每天都在省次俭用 节衣舒适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 说起来能走到今天,全靠我们两个人的努力奋斗 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 这几年的打拼也让我的银行卡里有了一些积蓄 但很多时候看着别的女人在自己老公怀里撒娇 我就在想,要这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可以,我希望用这些钱换来穷钱的生活 简简单单的快乐 在我心中的意义远远胜过于金钱能带来的物质享受 三,黄女士,41岁,缺钱痛苦,金钱就是底气 很多说爱情重要的人,大多都没有体会过缺钱所带来的痛苦 说起来也是我自己愚笨 当初和老公结婚的时候 她信誓旦旦地和我保证会爱我一生一世 也养我一生一世 我信了她的承诺,在生完孩子之后也就没有去工作 可没想到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带来了情感上的不平等 我很依赖她,可她却渐渐觉得我无理取闹,对我态度越来越差 最后她的婚外恋也为我们之间的婚姻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金钱是女人婚姻的底气 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 就是让自己时刻铭记,不论有多爱都不能上司自我 失去理智,更不能把爱情和婚姻当成全部 只有经济上达到平衡,情感上也才能长久 如果我当初能有自己的经济来源 也不至于在婚姻里这么狼狈 所以在我看来,金钱是爱情的前提 有钱自然就会有爱,而没钱又谈什么爱情呢 关于金钱和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定义 但是对待这个问题,目光要放得长远 更要思考全面 金钱和爱情对于婚姻都很重要 甚至可以说缺一不可 因此,女人在面对婚姻的时候 要从方方面面考虑 不要追入爱河就失去了理智 也不能过于物质,物死了爱情 希望你到了40岁,爱情和金钱一样都不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